你这个老东西实在是太卑鄙无耻了 本来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但你提的条件未免也太离谱了 你是娶儿媳妇还是嫁儿子 就算让你儿子做上门女婿 也不是像你这样要求的 我女儿是嫁不出去还是怎么了 你还要不要脸 我怎么不要脸了 无耻的是你女儿 是她死气白赖要嫁我儿子的 有本事你让她俩分手啊 你女儿如果有人要干嘛死缠着我儿子 要不然我儿子怎么会可能娶你女儿 本来就是你自己女儿不知廉耻 对我儿子死缠烂打 真不嫌丢人的 你有能耐就拆散他们 没能耐就别在这里避避 谁让你生了一个赔钱货呢 你妈不是也生了你这个赔钱货吗 难道你不是女的 这不是你自己骂自己吗 真是搞笑 你这么嫌弃女人是在自贬身价 但是你别在这里贬低我女儿 我女儿没有你说的那么垃圾 倒是你觉得自己儿子是宝石吧 我看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我女儿绝对不可能嫁给你儿子的 行了行了 别扯这些没用的了 你想让他们分手吗 你女儿就是个恋爱脑 对我儿子百依百顺 你现在说这些 除了自找难堪还能有什么 我真是无话可说 你怎么就养出这么个没头脑的女儿呢 假如我是你 我早就买一块豆腐撞死了 妈 丈母娘 今天咱们不是说凑一块商量一下 我们的婚事吗 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妈 你到底提了什么要求 让我丈母娘这么生气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 有时说是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这样闹下去 搞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怎么还能商量好事情吗 我提啥了 我提的都是最基本的 你们要结婚 大家肯定得全款买套房 房本上还得写上你的名字 除了房 还得准备八十八万的彩礼 再买辆五十万的车 这要求过分吗 我儿子长得一表人才 追他的女孩能排到大马路上去 妈 这种条件就答应了他们吧 咱们家又不是没有钱 何必在这里闹不愉快呢 我是真心喜欢李浩的 就想和他在一起 你可别因为这点小事 毁了我的幸福 咱们就大方一点吧 一辈子结婚只有一次 你就让我们开开心心地结婚吧 你这傻女儿 做人要有底线 不能因为咱们家有钱 就可以答应他们任何要求 咱们是嫁女儿 不是招女婿 我长这么大都没听说过 家女儿要出这么多嫁妆的 买房买车出彩礼 不都是男方家的事吗 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钱我都不会出的 女儿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嫁给她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你刚才没听见 她妈妈怎么说你的吗 你就给我争气一点 不要让人家看不起 你这是忽悠谁呢 就看你们这身打扮 跟叫花子一样 还敢说自己有钱 我看你们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如果你们家有钱 怎么不买房买车呢 你看你们连个车子都没有 出门还得打公交 没钱就是没钱 何必装大款呢 又没人小看你 要是有钱 怎么不给你女儿买房买车呢 阿姨 我们真没有忽悠你 也不是做不到你提的那些条件 但是你的要求也太夸张了 结婚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应该是两个家庭 共同出力 建立一个新的小家庭 而不是全靠我们一家承担 我提的条件 哪里夸张了 你这姑娘 还敢在我面前装大款 看看你这身打扮 谁信你有钱了 你要是真有钱 我投给你当球踢 就你这样的 还想和我儿子在一起 告诉你没门 除非能满足 我所有的条件 不然就别想和我儿子结婚 你这老太婆 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不怕人笑话吗 我女儿嫁给你儿子 你还真以为你儿子 是香波波呀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你们都是农村人 怎么有脸来嘲笑我们 我们好歹也是城里人 真不知道 你哪来的自信 你儿子哪里好了 还不是和你一样 都是农村出来的 真是笑死人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证明你要转运了 不管是天意还是无意 也不管你处在什么困难中 见到这个财神爷 一定会让你扭转乾坤 财源滚滚 福气连连 龙年行大运 妈 你们别吵了好不好 这样吵 怎么解决问题了 结婚本来一件高兴的事情 现在造成这样 谁都不开心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讲理了呢 别说是我丈母娘了 就是我都觉得这条件难以接受 房子不是我们买的 凭什么要写我的名字 你就别无理取闹了 你懂什么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这傻了吧唧的 什么都不知道 他家条件也就那样 我是想让你找个条件好的 你偏要找个穷公蛋 你跟着穷公蛋在一起 咱们以后怎么过日子 不管他们是穷还是富 我都不会去依靠他们 我要依靠我自己的双手 努力去打拼 你这种想法我不赞成 你不要多说了 是我结婚 你就不要在这里掺和了 你真好意思 让人家买房买车 还要八十八万的彩礼 你这不是明摆着 无理取闹吗 你是不是不想我结婚 你说对了 我本来就是 不赞成你们在一起 世上女人多的是 你非得找个穷公蛋 我早给你目色了一个 你们青梅竹马 他家条件好 有权有势 你们俩要是在一起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为啥非得娶这姑娘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们在一起了 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傻丫头 你看清楚了没 这就是你非嫁不可的男人 这就是你非进不可的家门 一旦嫁过去 我就不能天天陪着你了 你得自己面对一切 这条路上会有什么坑坑洼洼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真要这么选 以后有你瘦的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妈 别担心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我尽心尽力做好分内饰 好好孝敬婆婆 她一定会接受我的 现在她是不了解我 我有信心 总有一天 她会认可我这个儿媳妇的 反正我就是喜欢李浩 我也不想就这么放手 你这傻女儿 真不知道说你怎么好 如果你今天铁了心要嫁给她 那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就当没说 真是让我太寒心了 他们家现在要有房 有车 还要彩礼 那你自己想办法去买 我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 我向来都是个讲理的人 但你未来婆婆那副傲慢样 我还真不想和她成亲家 你要是不想分手 那你自己看着办 你的事我再也不会管了 母亲说完气得转身就走了 可女儿就是听不进母亲的话 她依然打算跟李浩走下去 但是未来的婆婆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你看你妈都已经走了 不管你了 你还不跟着你妈一起走 站在这干嘛 我可看不上你 你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儿子不可能娶你 这么一个穷丫头 你干嘛还赖在这里不走啊 真是不嫌丢人 要是我生的女儿 这样死皮赖脸的赖在男方家 我都会把她赶出去 一个大姑娘家家的脸都不要了 我现在把话撂在这里 如果你不答应我刚才提的要求 我是不可能让你和我儿子结婚的 阿姨 我妈这会儿就是气头上 她怎么可能真的不管我呢 我是她唯一的宝贝女儿 我们家在这城市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她有的事钱 才不会在乎 给我买房买车呢 你放心 我回去肯定能说服我妈 到时候我立马嫁给你儿子 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 少在我面前吹牛 你这些话我可不信 你们要是真有钱 你妈妈怎么穿得那么寒酸 得了 我也不跟你多废话了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 你要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就赶紧和我儿子断了 你要还死皮赖脸地缠着我儿子 小心我收拾你 妈 您这是要干嘛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感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您这是要棒打鸳鸯吗 您为啥非得这样 这让我多难堪 我心里多难受啊 求您了 给我们一个机会 别这么难为我们了 您提的那些条件也太苛刻了 哪有嫁女儿要这么多钱呢 我话就料这儿了 他要是能满足我的要求 你们就结婚 要是不行 就赶紧给我消失 你这小子 要是不按我说的办 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把你扫地出门 从今儿起 咱俩就一刀两断 母子情分到此为止 我说到做到 我绝不允许 你跟这个穷光蛋在一起 咱们家条件也不怎么样 你凭啥还嫌弃别人 人家条件不比咱差 咱们都穷得叮当响 你还有啥子个瞧不起人家 还不是都一样 你怎么好意思 去要求别人买这买的 真把你儿子当什么了 就算我找了一个白富美 你觉得可能吗 门不当户不对的日子 也不舒坦 人家未必能看上我们 到时候处处低人一等 你觉得那日子好过吗 傻子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这道理你都不懂吗 就算被他们看不起 至少生活上物质上过得开心 外面有大把的富家女 你为什么一定要选 这个穷姑娘在一起 你有想过以后吗 咱们一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你这丫头 要是真喜欢我儿子 那你明天就上咱家来看看 我儿子青梅竹马的女孩是啥样 人家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关键人家家里还有钱 能满足咱家所有要求 妈 你这是干啥呢 虽说我和她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 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 你要是真不想我和小云在一起 你就直说 别拿这事来恶心人 你这么做 只会让我觉得很没面子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真的很喜欢小云 就算他们家一无所有 我也要跟他在一起 你这小子给我闭嘴 你喜欢他什么 感情能当饭吃吗 有钱才是王道 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 他为什么缠着你不放 不就是你长得帅吗 咱家虽然穷 但是有资本 你这张脸就是资本 你懂吗 干嘛非得吊死在这棵树上 依我看 赶紧分手算了 第二天 未来婆婆就让儿子的青梅竹马来家里 没想到李浩的态度突然也变了 你这丫头骗子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敢露面呢 瞧 这是我儿子的青梅竹马小丽 长得漂亮吧 关键人家已经答应了我们家的条件 房子车子全包 彩礼还不少 你拿得出来吗 儿子 你看看 小丽都答应咱家的要求了 你就和她结婚算了 这样以后 你就能享福了 你要跟着穷姑娘结了婚 那可就只有苦日子过了 你不会还犹豫不决吧 赶紧拿个主意 别磨蹭了 你们让我来干嘛 就是让我来看你儿子的青梅竹马吗 故意在我面前显摆 怎么那么不要脸吗 看来 我妈说的都是对的 我确实是恋爱脑 也难怪 我妈会生气 小号 我就想知道你的态度 你要愿意跟我在一起 咱们就继续好好过 你要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 同时我得告诉你 你家那些条件 我们是不会答应的 你不是吹嘘你家多有钱吗 不是说我提的条件 你全能答应吗 怎么现在又变卦了 我早就看透了你家穷的叮当响 怎么可能满足我的要求 你也别在这儿满嘴跑火车了 你家那么穷 怎么可能妈得出这么多钱 听说你们家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 别以为进了城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阿姨 我尊重你是长辈 不想和你吵 但也别把话说得这么绝 这么伤人的话 不怕糟天谴吗 我现在是在和你儿子说话 不是和你 毕竟这是我和你儿子的事 和你没必要和你多说 你提这种无理要求 不觉得过分吗 就算我加钱再多 我也不会给你 我又不是招上门女婿 哪有让女方家买房买车出彩礼 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传出去也不怕丢人现眼 小云 你别以为我喜欢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我妈 也是你未来的婆婆 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 跟我妈说话 你连骑马的尊重都不懂吗 我真不知道你家里人是怎么教育你的 你这样让我太失望了 你要是嫁给了我 成了我老婆 难道你以后就用这态度对待我妈吗 我总算看出来了 你现在就是想找借口甩了我 变心就直说 没必要找理由指责我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我 其实你和你妈一样 眼里只有钱 除了钱 你们什么都可以不要 你要是这么爱钱 那你干脆和钱过日子去吧 但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样选 有你后悔的时候 别到时候哭着上门来求我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世上没有后悔要 你自己考虑好 你错了 我看中的是 你的人品 本来我是这样想的 只要你对我妈好 尊重我妈 不管你家是贫穷还是富有 我都有会跟你在一起 但是现在 我看到你这个态度心凉了 就算我们结了婚 也不会幸福的 所以我看 咱们还是分手吧 你别找借口了 我哪里不尊重你妈了 是你妈不尊重我先 你眼瞎吗 你怎么不说 你妈一直咄咄逼人呢 到现在我才明白 你原来是个妈宝男 你说的话真让我失望 看来眼瞎的人是我自己 我干嘛非你不嫁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叫男人 既然你看不上我 咱们也没必要再继续了 现在就分手 分了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以后井水不放河水 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不能和一个 不懂孝顺的人过一辈子 你这么对待我妈 我得让你知道后果 儿子 你这么做就对了 从今往后就听妈的话 这么多好姑娘随你挑 你何必 非得找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呢 我是你妈 还能害你不成 我希望你过得幸福 只要你娶了小丽 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 也能少奋斗几年 就这样 两人分道扬镳了 小云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一回家 就蹿跺他妈对王浩女朋友 小丽家的生意下手 不久 小丽家的企业就破产了 你这个大忽悠 不是吹你家财万贯吗 怎么一转眼 就一贫如洗啊 别告诉我 这是非来横祸 你事先一点风声 都没透给我 我觉着 你这是蓄谋已久 故意瞒着我 你家现在破产了 你还想着嫁给我 你要真嫁过来 我是不是还得替你家还债 你当我傻呀 我还会娶你吗 别冲我发火 我也蒙在鼓里呢 我一直看着 我爸忙里忙外 哪能想到 公司会突然倒闭呢 再说了 现在公司都破产了 我爸妈也不可能 答应你家 那些无理的要求了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这事肯定还有转机 反正咱们也不懂 生意上的事 先请观其变吧 现在最关键的是 咱们赶紧把婚事办了 还办什么婚礼 你脑子笑逗了吧 我为啥要娶你 我当初是想娶你 但现在 我得重新考虑了 你家都要破产了 你也要变成穷光蛋了 我要是娶了你 咱俩又没啥感情基础 我连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 都能说甩就甩 你又算老姐 我不会再娶你了 你还想让我帮你家还债 你也太没良心了 就算咱们感情不深 好歹也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 你现在说分手就分手 把我当什么了 看来你眼里真的只有钱 别的什么都不顾了 你也不要太过分 别忘了 嫁给你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妈的意思 你妈一直对我挺满意的 你这丫头骗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 对你满意了 我满意的是你家的钱 不是你的人 现在你家落魄了 还欠了那么多外债 我儿子怎么可没娶你 你也别妄想嫁给我儿子 这世上好姑娘多的是 我儿子凭什么非得娶你 你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 赶紧给我走人 从今儿起 我不认识你 也不想看见你 你这老巫婆 便连比翻书还快 我们家有钱的时候 你就跟那只赖皮狗一样的 整天黏着我 围着我转 现在看我没有钱了 立马翻脸不认人 你这变色龙 你以为我非嫁你儿子不可 要不是你之前 一个劲地巴结我 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 那些无理要求 你这丫头 现在还敢顶嘴 瞧你那德行 农村人就是农村人 跟个泼妇一样没教养 我儿子肯定不会娶你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你就算再喜欢我儿子也没用 现在那么多姑娘 追着我儿子跑 难不成我儿子 都要把他们娶回家吗 呸 老太婆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儿子有啥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长得帅能当饭吃 像他这样只靠脸吃饭的 有啥可神气的 我看他就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他交往那么久的女朋友 为了点钱说甩就甩 现在我没钱了 你就想把我扫地出门 他还算是个男人吗 我是不是男人 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我的人生我做主 和你有啥关系 你现在一穷二白 我干嘛 非得跟你绑一块 我有的是才华 工作也体面 要是跟你在一起 你铁定是我的累赘 我可不傻 行 皆算你有种 你既然这么绝情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现在就走 从今往后 我绝不踏进你家门槛半步 我还得告诉你 像你这种男人 一辈子也甭想有幸福 你以为你能摊上个富家女 就你这样 注定穷一辈子 五年后 李浩偶然看到 前女友开着奔驰 这才意识到 前女友家欺师傅的流油 他气呼呼地跑回家 则问母亲 你这老顽固 整天就会棒打鸳鸯 小云家傅的流油 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要是当初你不横家阻拦 我的生活 只不定有多幸福 你再看看现在 我还是光棍一条 别说是富家女 就是穷人家的姑娘 都看不上我 都嫌我年龄大了 你一回来就跟我吵 吵什么 你怎么知道 那丫头骗子 有那么多钱的 她要有 怎么不早告诉你呢 我觉得 你还是别被她给忽悠了 她八成是不想和你分手 想尽法子掉你胃口 眼睛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你这老顽固 怎么这么不开窍 我真是没见过 像你这么糊涂的 就算你想拆散我们 你是不是得先打听清楚 女方家里 是不是真有钱啊 你倒好 给我介绍了 都快破产了人家 现在我芝麻西瓜全丢了 啥都没捞走 你说我怎么办 要不是你 我的日子 会过得这么苦吗 到现在 还是光敢私令 你冲我嚷嚷啥 我不都是为你好吗 你不能把责任 全推我身上 你说 你爱人家那么久 连人家家底 都没摸清楚 你有什么资格 来埋怨我 说出去也不怕丢人 你还想推卸责任 这是你也脱不了干系 如果你不是我妈 我早就削你了 就你这老顽固 把我一生的幸福都毁了 就因为我 连着甩了几个女朋友 公司说我的人品有问题 直接把我开除了 搞得我现在 制造了个四五千块钱 一个月的工作 一天干十小时活 累得跟狗一样 要是当初能和她在一起 我早就成富二代了 要啥有啥 想开豪车就开豪车 想去哪就去哪 哪里需要这么累 都是你害的 你现在说这些 有啥用 既然你知道 人家这么有钱 那就去找她呀 一直在我这 叽叽歪歪的干嘛 她不是一直挺喜欢你的吗 你现在去找她 只要哄哄她 她保证就回来了 虽然过去了五年 但她肯定没有忘记你 你先去试试看 如果你们能和好 那咱们以后的日子 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李浩见母亲这样说 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立马去花店 买了一束玫瑰花 跑到了小云家门口 不知连迟 想找小云重归于好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 现在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我们早就没有联系了 你今天是唱的哪一出 小云 虽然我们有五年没见了 但是你一直在我心里面 没有忘记你 今天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红玫瑰 我记得 你以前挺喜欢红玫瑰的 只是我没有给你买过 今天这算是迟来的心意吧 自从和你分开后 我就一直后悔 可一直找不到机会见你 你给我滚远点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怎么看上你这个渣男 你不就嫌我家穷吗 说甩就把我甩了 转头就去抱富婆大腿 现在又跑来 跟我说这些肉麻话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以为我会信你这些鬼话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承认 以前是我做错了 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一切都是 我妈逼的 我妈辛辛苦苦拉扯我长大 我不想让她失望 所以当时只能那样做 离开你后 我每天都活得特别屈 现在我找到你了 我得把你追回来 我可不能让你就这样离开 都几年 过去了你也还没找 心里肯定也还有我吧 你真自恋 赶紧给我滚 看见你我就想吐 没想到 以前我心心念念想嫁的男人 竟然是个渣男 幸好你们闲贫爱富 要不然 估计我现在 后悔都来不及 虽说当时你妈提了 那么多无理要求 但那是你妈的事 可你的态度 不是跟你妈一样吗 所以 你不要把什么都推到你妈头上 难道你妈 能强迫你做什么吗 我已经看透你了 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只有钱 现在看见我有钱了 又不知廉耻地上门来找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招手急来 挥手急去 我没那么见 世界上难道没有男人了吗 就算死光了 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 我命令你现在就给我滚 要不然我就叫保安了 小月 你怎么这么无情呢 再怎么说 咱们也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在你心里 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当初你那么爱我 非我不嫁 为什么现在 你就要这样对我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你就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好不好 以后 我一定好好对你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让你滚 你听不到吗 就你这渣男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少废话了 赶紧给我消失 我再也不想看到 你这张虚伪的脸 我现在一看见你就想吐 咱俩的事已经是过去事了 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我现在一想起之前的事就觉得恶心 是我眼瞎 看错了人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要再不出去 我真叫保安了 别以为我吓唬你 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咱们之间就没有一点真感情吗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是真的 这些年 我也没亏待过你 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妈 咱俩也不会错过 现在回头还不晚 只要你愿意给我个机会 我肯定好好珍惜 我发誓以后 肯定拿你当心肝宝贝 你就是个渣男 眼里只有钱 如果我现在是个穷光蛋 一分钱都没有 你还会回来找我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世上没有后悔药 你以后想开奔驰 也没有这个命 我当时就说 我们家条件不差 可是你不信 你宁愿相信你妈 都不愿意相信我 还口口声声说 爱我 你那是爱我吗 你是爱我家的钱 我承认我爱钱 但我更爱你啊 要不然 我回来找你干什么 有钱的女人不是 也很多吗 我怎么不去找她们呢 所以 我是一直都很爱你的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你就原谅我吧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把我所有的真心 都给你 你不会这样 没良心吧 滚吧 你不要来 恶心我好不好 你还有脸跟我提良心 到底是谁没良心 当初我对你那么好 你却是怎么做的 像你这种狗男人 根本不配谈感情 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人 爱上你 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我最后再说一遍 你给我滚 以后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我跟你不会有任何瓜葛 你要敢再出现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李浩一看 小云这里是 讨不到半点好处了 于是他回家带上母亲 去找小云的母亲试试 亲家母 我们来看你了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不尊重你 你看我儿子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对你女儿 还是念念不忘 我也看这俩孩子 是真心相爱 不想再拆散他们了 你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让俩孩子 把婚事办了吧 你们这脸皮 真的太厚了 竟然还敢 三番五次来我家 前几天你儿子 不是已经来过了 我女儿当时 就说得很明白了 你们是听不懂吗 谁是你的亲家母 不要瞎叫 就算我女儿 一辈子不嫁 也不会嫁给你儿子 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是收容所 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往我家跑 我现在看见 你们一家人的嘴脸 就反胃 有话早就在五年前 就说完了 现在只有厌恶 以前不知道 你们这么有钱啊 你们可真小气 家底这么厚 还不愿意答应 我们的要求 要不然哪来这么多事 估计两个孩子 早就结婚 有了孩子 现在我也不提要求了 我看他们的确是 真心相爱 你女儿也没嫁 我儿子也没娶 就让他俩在一起算了 总不能让两个 这么相爱的孩子 就这么分开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让俩孩子赶紧结婚 咱们也好趁早抱孙子 你可真搞笑 我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 就算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让他嫁给你儿子 女人结婚图啥 不就是图男人对自己好吗 就你儿子这样的 会对我女儿好吗 别做梦了 你儿子就是个渣男 除了钱 他心里还有什么 我干嘛要让女儿 往火坑里跳 少母娘 我可不是渣男 你误会了 我真的很爱他 之前那段时间 我心思全在他身上 都是我妈 我才走错了路 但现在我明白了 我应该好好珍惜这段感情 所以我现在回来了 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帮我去跟小云好好说说 我们现在什么要求都没了 只要在一起过日子就行了 你们俩还真阴魂不散啊 居然又跑到我家门口来了 真是厚颜无耻 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说咱俩没戏了 对你这个人只有厌恶 并且我告诉你一声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别以为我没人要 这个月底就要结婚了 你们再不走 等我男朋友来了 会把你们赶出去的 不可能 你肯定是在骗我 小云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 你忘了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你说分就分 我不同意 你们家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这不是我我的感情吗 到底是谁玩谁 我没找你算账 你还来尽了是吧 你还真不是一般的渣 你有今天的下场 是咎由自取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被公司辞退 和你那个所谓的未婚妻家公司破产 都是我们干的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这个下场 让你尝尝报应的滋味 现在你知道了吧 你觉得我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什么 你还真是新闻 这样的事都能做出来 最毒负人心这句话 用在你身上 最恰当不过了 我没有好下场 你就那么开心吗 恋爱自由 就为了这点钱 你就这样报复我 我真搞不懂 你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想干嘛 你以为我会判你吗 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 我都接着 我也真长见识了 像你这种厚脸皮的男人 还是第一次见 明明是你负了我 你现在还倒打一耙 赶紧给我滚吧 要是还赖着不走 我就报警了 到时让你够喝一壶的 李浩看着眼前的 白富美和豪宅 懊悔不已 可又能怎样呢 世上没有后悔要可买